4月13日小事龟被告知第二次司法考试依旧没有通过 随后日本媒体也证实了这个消息 不过听到这个消息的真子公主并没有感到意外 小事龟获得这样的成绩也早已在她的意料之中了 将对担心丈夫的成绩作为小事龟的妻子 她更担心的问题可能是日本的舆论 她们会收到更多的抨击以及批评 在抵达纽约不久之后 真子公主就开始找工作 她决定依靠自己的能力养家糊口 其实真子完全有能力承担博物馆的工作 因为她拥有英国莱斯特大学博物馆学硕士学位 在博物馆工作就是专业对口的工作 如果能让我工作 就算是无心志愿者我也愿意 从一开始真子就传达了自己 渴望得到一份工作的强烈愿望 根据《每日邮报》的报道 去年真子在圣诞节前夕拜访了卡罗林肯尼迪 由于卡罗林有在日本工作的经历 并且卡罗林与日本皇室有着密切的联系 因此真子才会上门求助 果然在不久之后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就接纳了真子公主 随后日本就传出了真子 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工作的消息 并被日媒大肆报道 在回应日媒的询问时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却否认了这方面的消息 并表示工作人员中没有一个名叫小是真子的人 为什么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会有这样的回应呢 真子公主到底有没有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工作呢 这或许是和早期传出来的消息有关 可能那时候还无法确定真子公主 能否留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工作 按照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策展人 以及日本艺术类负责人卡鹏先生的透明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之所以有这样的回应的最大原因 可能是因为真子公主并不是正式的员工 他和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不是雇佣的关系 也就是说 真子公主只能算得上是无心的志愿者 他只是这里的临时工 所以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方面才会这样回应 然而按照真子的工作经历来说 他处理博物馆的工作完全绰绰有余 真子公主曾在2017年担任日本举办的 国际逃逸节的评委以及名誉会长 他还有过多项与博物馆有关联的工作经验 只是最为可惜的是 他只拥有硕士学位 而他所应聘的岗位要求是需要博士学位 根据周刊文春引以日本前任外销官的描述 真子公主目前并不是全职工作人员 不过真子会为转正而全力以赴 然而纽约原本就是一个人才集体的大城市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是最具竞争力的机构 这里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 如果没有过人之处的话 想要留在这里恐怕并不容易 这也是真子最为担心的事 假如真子也无法自力更生 他和小石龟也只能回日本谋求生路 这也是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说到小石龟 日本舆论都认为是不努力的小石龟造成了今天的局面 而他也是让真子公主陷入绝望心理状态的罪可破手 相比妻子的坠坠不安 似乎小石龟一直都是揣着一种满不在乎的心态来看待一切 对于小石龟的这种心态知情人士透露 这可能和他被迫式的工作有关 其实考取律师资格证只是真子公主的意愿而已 这并非小石龟的愿望 其实国际基督教大学根本就没有法律专业 文科毕业的小石龟只想成为一名普通的银行职员 在学校期间小石龟就向真子求婚了 在不久之后 真子公主就为他规划了他的职业生涯 从留学到进入银行工作 再到加入律师事务所 从金融业到律师行业这是一个极大的跨路 或许这才是小石龟如此消极对待的原因 律师行业的知识并不是自己专业掌握的领域 一个人在被动接受的情况之下 他是会采取消极的态度对待 也是预料之中的事 但是从未来角度来考虑的话 当然是律师更有前途也更加的赚钱 在结婚之前 真子就希望小石龟能在纽约里做 为他们将来的生活打下基础 可惜小石龟辜负了真子的重工 他的能力过于平庸 他也只能承担起普通职员的工作 到目前为止 这两个人的感情生活还算得上顺利 只是选择律师作为职业 确实是超出了小石龟的能力范围内 或许小石龟的目标 只是干着平凡人能承担得起的工作 过着优雅的生活 他并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 即便小石龟曾有过出人头地的想法 他也曾与某社长的千金在交往 最后将目标锁定为真子公主 虽然大部分的日本媒体都在猜测 如果小石龟第三次考试失败 他们便会选择回到日本发展 但是依照真子公主的个性 他不会轻易地放弃如今的自由生活 为了生存下去 他将会更加努力 坚强地朝着自己的梦想前进 只是停滞不前的小石龟 确实是有点危险